台式泡菜炒牛肉 下泡菜的时间很重要 加一点的酱油来给它呛锅 这里就要先将那调味料先放下去了 因为我这里在做的话 尽量我们调味不是调在泡菜上面 因为台式泡菜它本身已经有人酸甜的味道 最后呢就是我们台式泡菜 好 来 今天晚上6点33处方